第124集 玩一玩耍一耍 快练功吧 苗不通弱弱的说道 一个月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我这里的平静还没半点松动呢 寂寞董无伤顿时脸色一灵 想到这淘汰的严重后果 人人都是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盘西坐下运起元气 无伤啊 我记得大赵现在第一汉将 名字叫做董无法呀 他也是你们董家人吗 楚洋抓着毛巾擦着脸 不是 董无伤淡然说道 大陆上姓董的人多了去了 若全是董家人 那董家早就杀伤上三天了 嗯 中三天和上三天 可有没有姓楚的比较牛的 楚洋似乎漫不经心的问道 姓楚的 董无伤想了一会儿 没听说过 纵然有的话恐怕也是不入流 至于上三天嘛 不清楚 不清楚 不入流 楚洋咧了咧嘴走了出去 就在楚洋问董无伤这句话之前 无独有偶的是 第五轻柔也在问高生同样的问题 高生啊 这中三天 有没有姓楚的事家 绝对没有 高生回答的很是果断 哦 第五轻柔淡淡的输了口气 高生似乎感觉到 第五轻柔的心中 似乎是放下了一桩心事一般 楚洋这一次 却是谨慎到了极点 因无法抓住自己的那种事 就算是出现一次 也嫌太多了 楚洋可不想自己 再一次莫名其妙的被人抓了舌头 绕了半个圈 从隐蔽的地道 进入补天阁的时候 补天阁之中 已经是灯火通明 铁补天赫然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 楚玉座 金马骑士堂已经行动了 啊 我已经知道了 太子殿下 这段时间太过劳累了 这种事情你不必操心 我只不过是想要知道 楚玉座的安排 起到了什么效果而已 铁补天微微一笑 他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心力焦脆 皇宫中关于父皇的病情 始终如同一座大山一般压在他的心头 而边境上 铁龙城坐镇大军 虽然没什么大事 但是一些边路上的军队 也是战争连连 虽然是小骚扰 但这种小骚扰却最灵而心烦 因为在现今的严峻形势下 每一次小的争斗都有可能全面爆发大战 朝堂乱作一团 楚颜旺虽然只是整治了官场一部分叛徒 但却彻底的引起了朝堂官员们的恐慌 每天都有不少弹劾楚颜旺的奏折 铁片一般摆在了铁补天的案头 铁补天时常叹息 铁云明白人何其少啊 我也想知道效果 楚颜很有信心的微笑着 金马骑士堂这次共计出动了十九人 吴倩倩拿着战报 笑盈盈的道 但在我们伏击之下 却整整丢下了十具尸体 可说是大后全胜啊 十具尸体 楚颜不由得恶然 剩下的呢 他心道 这不应该啊 按说应该全部留下才是正理 跑了呀 跑了 楚颜旺几乎跳了起来 为什么让他们跑了 这 铁补天和吴倩倩都有些不解 留不住人家不就跑了吗 你有什么惊奇的 再说十九个高手 却被我们杀了十个 这也是大大的一场胜利啊 怎么会跑了呢 楚颜冷哼一声 突然问道 黑魔的人没有去镇守牢房吗 他想了想 或者就只有这个可能 以自己的布置 和假冒一个八平五尊这些力量 还有埋伏的高手 应该足以杀死他们七八个人 但事实上 仅仅杀死了十个 那也就是说 自己这一方 还是超常发挥了一些 但黑魔的人若是加入的话 那战果就绝对不会只有这么一点点 很明显缺少了一股很大的力量 而且这股力量 乃是自己意料之中没有出现的 这才让他郁闷至极 黑魔的人 贴补天的毛子中出现一丝明雾 你跟他们谈过 不错 黑魔的刀王曾经答应过我 帮我们歼灭这帮人 楚颜闷闷的说道 我们已经跟监狱方面打好了招呼 就算是他们自己前去 只要拿出我的令牌 也会让他们进去 但从这一战的后果看来 他们并没有参与进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如此啊 贴补天笑道 不过也不错了 玉座的驱虎吞狼之计 虽然没有成功 不过黑魔的人 却还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呢 啊 楚颜沉思着 然后就接二连三的发出命令 程子 你跟陈宇彤的人 这段时间不控那些人 第一时间之内 马上收网 我的要求是 就算是一只老鼠也不能逃脱 程子昂答应一声 那是楚阳不控的唐新胜 那条情报线上的人 人数可以说是极为庞大 有接近一千人 想要斩草除根的话 中间有那么一点点疏忽 就会做得不那么干净 调动两侧军队 以能够调动的最大兵力 命令各地官府统一配合 任何人不得干预补天阁行动 这次行动完全控制权在你们的手中 若有感阻拦者 与奸细叛徒同罪 争取这次一举全部罢除 对方已经劫于失败 倘若够聪明的话 肯定不会再来一次 或者说 他们已经能够猜到 唐新胜死了 因为唐新胜若是没死 大可以让他们救出去 然后贤尾追杀直到重重包围 一网打尽 那样才算是万无一失 而且也是斩草除根之计 可自己并没这么做 唯一的可能就是唐新胜已死 孤派一个人守持兵符 陪同前去 凡是见到军队 皆有叫兵权 铁补天知道楚阳要有大行动 也是当机立断 好 事不宜迟 你们立刻出发 楚阳把手一挥 程子昂大声接令 立即奔了出去 命令全城搜查妓院 倘若有妓女失踪的事情 或者有梁家女子失踪的事情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上报 然后锁定那个区域 大牢中那位假扮唐新胜的八瓶五尊怎么样了 与两个敌人同归于尽 吴浅浅神情有些黯然 同归于尽 楚阳不由得恶然 死了一位八瓶五尊 铁补天有些心疼 铁云可不比金马奇士堂 一位八瓶五尊在这里 那几乎就是顶级战力 没想到 却被楚阳就这么牺牲了 那是黑魔家族的人 楚阳白了他一眼 哦 原来如此 那既然是黑魔的人 这太子爷当然也就不怎么心疼了 不过这有点蹊跷啊 八瓶五尊与敌人同归于尽 而且还是暗算偷袭的情况下 楚阳眉毛一扬 难道竟然是王座高手 或者是宝马骑士 据监狱方面传报应该也是有两位九瓶五尊 吴倩倩细细的看了一遍消息 肯定的说道 那就不错了 楚阳皱着眉头想了想 转向铁补天 太子 补天阁必须转为暗兵了 在这段时间以来 目标太大了 铁补天深有同感 不错 补天阁不能再待在这里 我们没有王级高手坐镇 实在是太过危险 不过对此外夜有所准备 他看着楚阳微微一笑 可还记得你第一次去的补天阁吗 哦 楚阳眼中意料 那里 我已经在周围安排了一个京城守卫兵团 三万人 铁补天微微一笑 三万人的大部队将那里完全围成了一个铁桶 但却互不妨碍 那里才是我理想之中的补天阁 之前的补天阁配不上那里 不过现在嘛 铁补天呵呵的笑了两声 楚一座准备何时搬过去啊 越快越好 我有些担心 金马骑士堂的人会失去理智的狂攻这里 这里还没有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恐怕会让对方一击而溃 人手虽然能够借助暗道机关保住 不过 补天阁本部被摧毁 总是不好 铁补天的话很明显 乃是因为楚阳这段时间的努力 才让补天阁名副其实 孤要去大牢一趟 铁补天道 看看那里的守卫人员 顺便 也去看看第五清柔核心手下的战力 铁补天说完就站起身来 本想等着楚阳客套两句 却没想到这家伙只是一台头 啊 你要走啊 接着就转过头去问乌倩倩 那个什么 这件事云门客栈那边知道没有 他们应该还不知道 不过城中这样骚乱 他们也应该有所猜测 不知道 不知道就好 楚阳淡淡的点头 对方这次行动 是否可以肯定没有王级高手出现 是 吴倩倩回忆了一下监狱给出的资料 肯定的说道 绝对没有王级高手出现 否则的话 我们的伤亡还要大很多 也未必能留下对方十个人啊 对方王级高手没出现 楚阳眉头一皱 在一位王座都重伤垂威的情况下 再一次行动 居然没有王座参与 这是什么原因啊 吴倩倩正住了 他突然想起一个可怕的可能 产生道 你是说 对 楚阳点了点头 这是引蛇出动 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太子 第二个目标应该就是我 因为大牢出事 不管是我还是太子 总要去一个人看看 而我们只要出去 那就是他的机会 这句话 让已经走到门口的铁补天停下了脚步 但想了想之后 铁补天还是坚决的卖了出去 如果将士们都在牺牲 我却在贪生怕死 连战后的府尉都不敢去 那我铁补天也就不配再做这个铁云太子 我不是反对你去 是要提醒一下两位影子护卫 这一行万不可掉以轻心 虚无中 两个影子的身影突然浮现 向着楚阳点点头 然后 护卫的铁补天走了出去 前呼后拥 迅速的离开了补天阁 我也要出去一下 楚阳看着铁补天等人离开 默默的说道 那你怎么出去啊 吴倩倩关切的问道 我自然不会戴着面具 像个靶子一样走出去了 楚阳得意的笑了笑 山人自有妙计 另外 你们再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估计 那位隐在暗处等待刺杀的王座 目标肯定是我 楚阳黑黑一笑 现在的他 我们虽然不知道具体方位 但肯定就在附近 你们不妨跟他玩一玩 看看这位王座 能够忍耐到什么程度 就当是演练了啊 孔王座隐身在大树上 已经两个多时辰 两个多时辰中 他一动都没动过 这样的隐匿 几乎已经成了他的本能了 他亲眼看着铁云的补天太子 进入补天阁 也看到有很多人出出禁忌 但是他看了良久 始终不能肯定 哪一个是楚阳王 后来 他又看到了铁补天 出了补天阁 一路前往监狱的方向 他本以为楚阳王 也在铁补天的队伍里 但跟踪了一会儿 却发现没有 而且铁补天的身边 阴云浮动的高手气息 不止一个 让他根本不敢妄动 所以第一时间就又折了回来 楚阳王总不能不出了吧 正在等着 突然眼光一亮 浑身一紧 突然有不少的黑衣人 从补天阁里面奔出来 在补天阁门口警惕的站着 眼光敏锐的观察着任何一个角落 这样的队伍 一直排出了好几仗 戒备之森严 真是让人瞠目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全神贯重 就连刚才铁补天出来的时候 都没这么大的排场 孔乡心立刻认定 楚阳王要出来了 现在 倘若里面走出了一个人的话 不管他戴不戴面具 也不管他年轻年老 孔乡心立即就会出手 但这一口气提起来 过了半晌 居然没有半点动静 那些黑衣人 木头装子一般站了一会儿 最后 居然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撒开脚丫子 急匆匆的又进去了 扑的一声 孔王座的手 无声无息的插进了树干里 严阵已待了这么长时间 完全白费 孔王座心中怒骂 第124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